大家好,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最新发表一篇文章 说日本一旦明确要对台湾出兵意愿 届时中国攻打日本就绝不会犹豫 美国和日本一直暗中做手脚打算干预台海 而且两国领导人在公开声明中已经表明了态度 这早已不是秘密 近日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披露 为了应对可能因台湾问题与中国爆发的冲突 美日军方一直在做联合的军事规划 包括举行最高机密的兵器退演还有联合军演 但是这个军演最高机密的军演 目标就是直指中国 表示美国日本确实有举行军演 但不愿意谈及军演具体内容 美国五角大陆翻译人 科比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在记者提问的时候才故意回避 就证明了一个什么事 双方确实有军 三位知情人士向金融时报也透露 说从2019年开始 为应对东海南海可能爆发的冲突 美日军方已经持续在相关地区进行联合作战规划 目前已知的内容包括了美军和日本自卫队 在南海举行联合救灾演练 这个联合救灾演练什么意思 就是演练日军去救美军 美军如果是遭到重创 军舰遭到重创 二线的日本人去救美军 还有什么呢 东海举行更多演习 而日美最终的目标是针对台湾制定一整套的 整合的作战计划 计划要求能够对中国可能发动的各种形式的攻击 做好预案 使得美日双方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反应 虽然嘴上一直不愿承认 但其实外界都在日本有干预台海 而且有这个野心 换一个角度说 美军要干预台海必须要依赖冲绳岛上许多的机翼 但是这些基地无一例外都在战时会遭到中国的火箭军的强有力攻击 为了在中国的远程火箭攻击下能生存 并能够在第一时间登上台湾岛 那美军必须依赖日本力量 包括后勤运输防空反潜多个方向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发动进攻的时候 这个美军一定是什么 来不及什么派美军大规模的登陆台湾 他只能什么依靠日军来大规模登陆台湾 日军大规模的或者是隐蔽的 或者是这种直接穿日军的军装 直接登陆台湾 其实就是阻止解放军完全的收复台湾 那这种战斗拖延 只要拖延到什么美军来协防 美军这个大规模部队集结 然后进入异岛链 那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日军的任务就完成了 换句话说 日本人有可能就是第一波冲上台湾岛的外国军队 所以这么一看 为了在中国的火力攻击下 第一时间能生存 日本就是重要的一环 所以日本要介入台湾 这个事我觉得已经是板内钉了 咱们千万不要有任何幻想 近日美日双方正在进行围棋三周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而从此次演习内容也可以看出什么呢 美日双方针对的对象 有多处非常明显 就指向中国 此次东方之盾演习地点 是距离台湾大约850公里的洛尔岛县的 沿美大岛进行 此处是第一岛的重要集点 也是美日两国的重要前进补给基地 美日双方在沿美大岛 举行了防空演习和对海打击演习 美军向岛上部署了 埃国者三防空导弹 还有海马斯火箭炮 并和日本的自卫队一起进行了防空作战演习 还有反舰作战演习 美日计划 战时共同执行封锁导弹任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旦你武统台湾 那我这边立刻把第一岛链封死 封死同时对台湾岛进行支援 就不让中国的军舰潜艇还有战机跨出第一岛链 我觉得这是 目前来看是已经是被中国突破 他这种行为 他可以做这个演练 但是看来是达不到这个目标 要保证美国航母的安全 就是任务第一 就是日本人必须要托死解放军 封锁第一岛链 不让他出第一岛链 这样才能保证美军的航母 能在一二岛链之间位置发动攻击 否则解放军的所有的飞机好舰艇好区域 这个一岛链以外 以东的太平洋 美军的航母就危险 台湾东北方的宫国海峡 就是最危险的水道 宫国海峡 巴扎海峡是中国进入太平洋两个重要航道 之前就有美国专家认为 美国应将北侧防卫交日本负责 而美军专心负责封锁巴扎海峡 你看解放 解放军是不是在台西南空 一直在巡航 那个地方就是巴扎海峡所在位置 换言说解放军要牢牢控住巴扎海峡 一旦武统台湾的时候 保证自己的军舰飞机通过巴扎海峡 立刻的可以前出一岛链 否则就会被封锁在一岛链之内 如果前出一岛链成功的话 美军航母就会跑 他不可能在一岛链这个位置等死 他只能往回撤 那这个时候他的舰载机航程就不够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对武统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 这个爱口就是巴扎海峡 所以解放军每天都在这个地方续航 什么意思 就防止你美军在这搞封锁 那为什么不在北边 这个刚才讲这个还有一个海的 就是日本负责这个 岛链 公国海压制 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日本负责 中国是为了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 巴扎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毕竟是由台湾负责的 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台湾东部安全的话 那么战时台湾东海有这个制航空军基地 加深空军基地苏澳港还有花莲港 都是台湾能依赖的最后的布局下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一旦武统的时候 台湾东部海外海是一个重要的争夺 争夺一个点类 有分析专家日有军事专家分析 认为此类行动还只是防御性的行动 目前来看 所以一旦日本宣布进入加入美军参与的台海战士的话 会派出更多的战机军舰进入战区 那就意味着中日两国彻底的决裂 就开始 我觉得这就是直接宣战了 你进入台湾就是对中国的宣战 那是中国领土 所以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最新的文章警告指出 一旦日本明确表达对台湾出兵的意愿 他现在还是防卫 我觉得还是没有太明显的迹象 就出兵 但如果是真的他军演表示 军演或者是他官方文件和美国达成某种协议 那这个我觉得咱们九王军就应该考虑如何灭了日本 真是我很激动啊 就是咱们从这个日本侵华之后 咱们终于有一天抓住日本这个把柄痛走日本 报这个当年这个仇 咱们终于有机会了 报那个 东北人呢 你像弄日本人是不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 好像中国队和日本队又分一个组啊 是吧是一位我觉得这个你要东北人去报这个仇啊 你都不用啊 中国队好像踢日本都不需要再去动员啊 踢他就往死里踢一位是吧 所以看出什么呢啊 中国将会立即的啊 就是一旦日本啊 这个有明确的意向啊 出兵什么名什么是明确信号呢 告诉大家 就是他军演你就盯住他的军演啊 他的军演内容就包括出战机和军舰 包括他的海军中原队啊 进行这个登岛演练 包括什么 包括大批量那种后勤啊 组织集结准备登岛的这种啊 演练 你可以想这就是一个明确信号了 他练这个东西就明确 他要明确要什么 要这个啊 要占领台湾啊 那这个时候咱们中国也要明白啊 那个时候的所有的导弹要瞄准日本啊 瞄准日本了 那现在也是啊 就是那个时候要锁定这个地方了 那这个态度强硬以后 那中国就会立即将日本视作阻碍 中国统一大业的敌人啊 就是他就直接开仗啊 介绍中国攻打日本的话 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设施啊 那还有手段吧 咱们打日本就各种手段 我觉得这是百花期望是吧 咒日本人百花期望是吧 咱们咱们咱们人 咱们中国人那个智慧对吧 咱们弄他 想出花来多啊 所以我就我希望有那天啊 咱们可以啊彻底的啊 让日本让日本 我觉得这个这个东西 尤其是核武器年代啊 咱们千万不要什么 有富人之人啊 一定要用核武器啊 我说这话有可能政治不容许啊 但是这是咱们民间的一种呼声啊 就是支持我的底下啊 底下多呼吁啊 支持我顶着啊 咱们千万不要富人之人啊 就是面对日本啊 美国人拥有核武器 他真的是一点不吝啬给日本人 先上了两颗啊 你看炸的几百年 是跟狗一样啊 贴贴复复 咱们中国人啊 一旦对日本人决定开打的话 千万不要什么 千万不要富人之人啊 一定要上原子弹啊 你难道让解放军跟日本人拼刀 你让解放军跟日本人拼战地战 这个和这个巷战 我觉得你对不起 咱们中国人这个父母啊 咱们这个解放军啊 都是父母养的 他牺牲了 你说是被牺牲了英雄 但你有原子弹 你干嘛去 去让这个士兵去冒这个险呢 对吧 就是一顿皇宫乱炸就完事了吗 让他自己在家哀嚎就完事了吗 对吧 他一个倒他又过不来 你这大陆对吧 你就给他听扛一顿乱斗 你看他自己还敢派兵到台湾惹事吗 对吧 或者咱们啊 适当的用这种啊 我之前谈过温压弹 温压弹也可以 那种啊 我觉得温压弹很有可能啊 那种就是轻型核武 就是那种东西就直接啊 你可以想想在这个冲绳 冲绳是最倒霉的地儿 美国人也炸实 中国人也炸 冲绳就是美军基地 给他使用弯压弹 包括这个对日本本土 使用弯压弹 可以造成这种 一两颗造成的这个心理恐惧 那个时候日本人我觉得下尿裤子啊 我现在非常期待啊 看日本下尿裤子啊 包括首相 尤其他这个天皇啊 真的是写对不起几个字啊 给我挂出来 拿着手写的汉字 会写汉字 肯定会写啊 你给我拿出这个啊 对不起 不用你说 你把这个举出来啊 大白旗上写着对不起 挂出来啊 我觉得咱们中国就可以停止水木亚当 很期待这个时候啊 日本天皇正式向中国道歉 我觉得这是啊 咱们这次 日本人也是啊 这个 不明智啊 跟着美国人 跟中国人挑衅 你可以看到 美国人才不会保护的 我可以白白确实美国人不会保护的 到时候啊 看着咱们中国人 把日本人揍的这种啊 残景啊 美国人吓早就跑了 我记得 我觉得咱们就应该直接用最狠的招数 一招置敌 让他彻底反应不来啊 也就是保卫咱们中国士兵的安全吧 对吧 一个是让日本投降 我觉得这个就是啊 彻底的把日本啊 打敷 千万不要啊 富人之人啊 一定要使用核武器